好的,又一款神话皮肤上线了 所以这期是圆极星哪吒皮肤实战体验 那么这款皮肤的价格依旧是薄底2万钻石出的 颜值的话,曝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入手了 但是等到抽出来仔细咔里咔 感觉好像也就那样 可能是看习惯了圆皮的那种模型 至于手感方面的话 那这款皮肤并没有像什么序列那种夸张的特效 但是他可能是改了某个地方啥的 所以对比圆皮的手感是有些变化 我个人觉得手感不算差 但是没有圆皮的手感好 当然也仅仅代表个人 可能你开了之后就觉得他好 好的,第二圈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那么第一圈的时候起步也是有哈雷特的后遗症 因为现在一般这张图都是用哈雷特跑 所以起步的时候用圆极反而不会起步了 没起步就直接落后第六 但是现在呢咱们已经超到了第二 这边延续叠加了几个特性 然后呢牵引弹射又叠加几个小盘 这里呢直接一个ECO叠加小盘 还是有很有机会超上它呢 你看这里距离瞬间就拉近了哈 这里一个WCW的弹翼 然后呢距离瞬间拉近了 这速度还是很快的哈 然后前面我又是叠加了好多层特性 这里呢它是直接慢下来 我直接一个超车 虽然有碰撞 但是没关系 第一是咱的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